呃,其实是,呃,都是谈回 我和大家都是review 回三个月里面中间 叫做走一段路啦 那走这段路里面 就是最后这个月的时候 其实大家有没有去第一点回顾之前的经验 第二 会去 试一些东西去 跟进去 诶,呃,呃,不好意思 那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小了 突然间听不到你说话哦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 诶,刚刚那段听不到,现在听到 是不是?现在可以吗? 诶,你看,你说回顾之前的经验 接下来听不到 我试试放近一点可能会好些 现在可以吗? ok,ok,ok 呃,其实就是回顾三个月里面中间 大家那种行动研究那种经验 那就是,其实你怎么去看回 呃,在一个行动 和那个研究,你怎么检设那个事件 嗯 先讲一下这个东西先啦 你现在的状态 嗯 呃,现在我就在那儿改正 好像都是之前那样 继续在那儿改正自己的东西啦 但是呢,因为就 现在就没有那个时间性限制 所以呢,我就没有再天天这样改的 是 那就有时间的,一天就可能改长一点时间 那如果忙的就暂时放下先这样 那就,呃,呃,呃,很多一些细节 呃,呃,我觉得有两个,就是初步来说 我现在想到呢,有两样东西可以 对我来说比较意外的 第一样呢,呃,呃,是跟那个形式有关 要说而且是非常多的内容 就是我发现,我意外的发现呢 呃,呃,呃,我xd 我用这样的自动书写的方式 写出来的那东西呢 我想象的那麽文理不通 而且没有 Franc —。嗯 就是我以为呢 我叫啊 改的时候呢 是要大量这样修改的 就是那些文具 崩残战争又重新改的那样 但是,后面 eu发觉很难 这个—раст 比如 Reynolds 然后我发现,我发现 因為可能我受慣記者訓練,我寫文章的時候是很仔細的想了一個flow 想了一個結構才落筆,這樣一向都是 那這個就這樣寫的東西出來,這個對我來說挺意外的 那這個是形式上面的一點,另外在內容上面的就是 我覺得那個bredging是要將那個寫作主體 考慮為同時是我和同時是不下那個人 才可以想到,才可以有一些對狀,出現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只是把那個人當作全部是我,還是把那個人當作全部是那個bredging是青年呢 都不能夠反映到,在分析的角度來說 不能夠反映到很圓滿的狀態 但是其實你說到這件事挺有趣的 我想可以回應翠蓉去寫書,比如他做完訪問 去將那個事件再寫出來的時候 但是默默之中,其實作者本身的身份都會滲出來的 嗯嗯嗯 是吧? 那這次你嘗試去假想自己是一個巴勒斯坦人 我記得開箱咖啡店這樣 那這個假想和你每天自己的經驗上面 默默之中又好像碰上了一種關係 唉,是的 我覺得也是的 所以上次開箱咖啡店的時候分享過那一點 我現在都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比如說我對那個宗教衝突的想像是很源於 我讀基督教學後聖誕節那些概念 是 那就是如果不經過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應該不會是relate到這一步 OK 那這樣 從這個角度說是挺有趣的 不過 令到 可能我都想問一下你怎麼想 就是我想像呢 或者我落不知 就是我開始這個項目之前 我想像行動研究呢 是一些關乎更加身體性的 就是我用自動舒適的方式去做 但是其他人可能他們會用更加身體的方法 那我用自動舒適的方法去做 到我現在看的時候 我發覺 其實自動舒適有多大程度是身體性呢 我現在開始有點懷疑 但是那個和你恒常的雜性 因為你很熟悉文字 你有沒有自己在閱讀 當你進入一個自動書寫 那個模式的行動就叫自動書寫 但是當你掌握一支筆 那個狀態的你 其實是一個什麼狀態的自己來的 你有沒有閱讀到那個狀態的自己 當你書寫的時候 你身體的模式啊 甚至你的呼吸啊 或者是你思考的那個領域 和你平常的 只是思維的模式上的差異而已 是 是不是 是 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態呢 但是很有趣 今早我和Donald討論 當你在書寫著 但其實透過你的故事中間 他不只是一種思考過程 那個人物本身是 是有一個身體的存在在 是 是不是 他的現象 他的觀察 他為什麼在戒懷著 人家怎麼看著他 這樣 只不過是 間接借了那條橋 來去reflect 好像這個身體現象上面的存在 是 就不是 直接自己第三隻眼睛 同時之間去觀照自己這種狀態 是 會不會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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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是會的 是會的 但是呢 開始呢 開始呢 嗯 我現在在想的時候呢 我開始有點搞不清呢 其實 嗯 嗯 那種身體性呢 是一些什麼來的呢 是一種 身體性其實是在說整體的 你的思維都是你身體的部分 嗯 是嗎 但是一種 可能不是雜性的思維的過程底下 某些情況 你意識到自己身體的在場性 嗯 和你平時書寫的在場性有沒有差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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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所以它是我很多的不同的身份 同一時間 存在的一個狀態 其實最起碼有一件事 你剛才都說到 因為你平時 你書寫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perimeter 還有一些守則 有些要求給自己的嘛 嗯 那當你進入這個自動書寫的時候 你解放了自己 拿走了那些東西 嗯 那其實這個automatic 本身是和你的core 開始在聊天了 嗯 那這個core 你平時會不會是很少用呢 你是很相信自己平時的訓練 如何去master 所謂的language 本身去行進 去慢慢去嘗試 陳述一些你很想溝通的東西 嗯 嗯 但是忽然之下 在這一刻裏面 你 當然我不可以說 automatic writing 不是不去溝通 但是你首先第一個 就是要和你自己溝通 嗯 而和自己溝通的方法 和你平時想 讀者去溝通的那個thinking 可能會不會有不一樣的process 嗯 嗯 嗯 這個過程 的確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寫的時候 其實我抱著一個assumption 是沒有讀者的嘛 是 是啊 因為 說真的 你突然間給個人的automatic writing 我會說 那這個人寫兩個月 那裏有幾萬字啊 日記啊 是Nobody的 你看吧 其實我都未必會看 說真的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將他assume 有個讀者 我的讀者可能只是我自己 和我寫的時候的我 所以出來的效果 是會有 是會有些東西不同的 可能一些東西 嗯 哈哈哈哈 有一個位置挺有趣的 我看到 因為所有人在裏面 留言回應 都是不明白的 所以不知道誰 但是我看到有人說 我寫 他感覺寫日記那個人 不斷地在那裏推翻自己 嗯 那這個 對我來說是 挺有趣的 我也有回應他 在那裏 就是說 其實 正正是因為 我那個是一個 和自己的對話的過程 所以他會不斷地推翻自己 因為你和讀者 表演的時候 你一定是把結果表演給他們看的 是 我有論點一、二、三 是 你不會論點二 推翻論點一 然後論點三 又打到論點二 但是 人實際上 在想法的時候 我發覺 那個思路 其實是會有很多推翻 和很多疑惑的 我想這樣做 我又不想這樣做 我又想做這件事 但我最後又沒有做到 那樣 那樣東西 就很呈現到 在那個 那個日記裡面 還有 我很想問 就是 你真的覺得自己是否 那種自動化 這個機制上面 是否真是很功能 還是說 你平時 書寫的雜性 默默之中 其實都是影響著你 因為 你問 是不是 會不會 這個是我最疑惑的地方 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 功能 因為 為什麼呢 譬如我碰上很多人 有很多時候 我做工作坊 或者有時候上課 我都會 用這個練習的 但是裡面 中間很有趣 大部分 他未必寫到 一些完整句子 就是完整句子 甚至可能 他想起一個字 他就由那個字 他自由地聯繫 很多很多意象 又慢慢去整理的 那些意象 又跟自己聊天 他的形狀 很多東西 都 可能是未必穩定的 但是又很隨於 那一天裡面 對他來講 他怎樣跟世界 感應著的 某種關係 他就會正確地 透過那個書寫 去 反映出來 那就沒有 很強烈 把 我要怎樣分断 我的句子是怎樣 但是這方面 你很強 都仍在教授的 那件事 是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你問我能不能 function 我真的不懂 是嗎 可能 所以我好奇 就說 你有多自動 這個自動的狀態 是一個什麼狀態 他 這個程度 真的是自動的 但是 自動的 就是 我已經 那個語言 那個 framework 已經是 就算你自動的 你也會被那個 framework 困住你 去不去 還是怎樣 其實我就不知道 是啊 因為 我閱讀你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出奇的 暢順 是啊 我覺得 我看 我一開始都不覺得 我以為是不相信的 是啊 我看完 不相信 不太懂 為什麼 是啊 因為裡面中間 究竟有多少潛意識的東西 或者你是否 有沒有去聆聽這個潛意識 去讓它浮出來 啊 啊 我想起 有一件事情 可能是有一個 bound 可能是有一個 bound 令到我跟潛意識隔了一重 就是因為我始終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是嘗試將自己 是代入去這個巴勒斯坦少年 的角度去看東西 所以 所以 我 直至 和 明叔對話 我應該是 和我潛意識裡面 不是 我應該是和我的 腦袋裡面想像 這個 我代入這個人 去這個世界去看那些東西 那所以 可能是 那個思路的轉變 令到我已經有一個意識 放進去 OK 是啊 這個是一個 挺好的閱讀 因為那個前設的框架底下 去Dominate 了某些東西 是嗎 是啊 是啊 因為我是很 我不是 我不是問 自己想怎樣 我是問 這一個 就是 這個少年 他現在在這裡 他會怎樣呢 這樣 但是那個思維 也是一種 一個creative process 多一點 是的 就是他 這個人會怎樣呢 我落筆的時候 肯定我是沒有答案的 是 所以我是 一路落的時候 那個答案是一路浮現出來的 是 但是這個始終是 呃 因為我是隔了他去問 所以可能是這裡有個 有個邏輯思維在裡面 是 你怎樣去理解 如果假如說我們 不要當它叫做自動寫 我們假如說叫做 the act of writing 就是說 書寫這個行動 這個行為本身 在你的機制上面 其實 你有沒有留意到自己 你之前說過 平時你書寫是一個什麼機制 是吧 但是如果你這個書寫 本身作為一個行動上面 你忽然之間問 我第一句句子 為什麼我會這樣寫出來 於是你就回應自己第一句句子 你就找到第二句句子了 是 於是類推你 那個第一段 為什麼會走到那一段出來的 而那一刻裡面 你決定為什麼要分段呢 是 就是如果我們仔細地去摸索 是吧 你整個書寫的過程裡面 中間的判斷 和judgment call 是 是 嗯 我覺得 我覺得 在 每一次的 每一個 每篇日記的開始 其實 的確 並 大多數都是 我在其他文章 慣用的開始的一些方式來的 OK 通常是 場景的描述的開頭 OK 那 嗯 因為 場景的 慣用的方式來的 但是 究竟那個慣用的方式是 就是可能那個慣用的方式 已經是 已經是 embed了在我的 語言框架裡面 是 所以我就 就已經是 會變成這樣 但是以前你有沒有回應到這些東西 是 以前你有沒有回應 以前你有沒有回應過自己這種狀態 沒有啊 其實一直都沒有的 你現在問我才會回應 是嗎 都是一件事 都是一件事 是啊 你現在問我才會回應 因為我覺得它牽涉到很多意識 就是那個意識是 你剛才說的 就是既然你 唯一或者看到出來 咦 原來 書寫是有某種雜性的 有某種思維方式的 有某種價值取態的 而這件事都還在吸引你這個引擎 你這個引擎 那 於是那個automatic 背後 都會有一個 perimeter 又或者它是 dominated 或者 predetermined 一些東西 而你也容許 那個狀態 takeover 會不會呢 所以變成那個 experimentation 是一個什麼 experimentation 那個 experimentation 那個 experimentation 令到這個 這個 這個青年 雖然它在內容上面 的而且我沒有看到這一點 它在內容上面 它是看到很多 這個 耳疤的環境 它在價值取態上面 都arguably 是有一個 巴勒斯坦的視覺去看 但是它在這個 寫作的形式上面 它是有這個 香港人的 小知風情 不過 我覺得這個是 另外一個 更加複雜的issue 就是 中文那個問題 其實我寫的時候 我有疑惑的 你現在這樣問 我想起 因為 中文 是 有 中文它的語言邏輯 就是 還有香港人的 中文語言邏輯 2018年 香港人的中文語言邏輯 是有一套 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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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 你要轉換來寫 巴勒斯坦人 一個少年的想法 是擺地方 那裡 我覺得是有一個難度 是很難 是很難 比較好 去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就牽涉到幾複雜的事件 牽涉到不同民族 牽涉到不同民族 去那個謊言 本身的 那個 thinking pattern 是嗎 是啊 純粹是小分享 我之前去台灣 做一個藝術的review 就是做一個藝術project 就是跟當地的原住民去做一個project 那我寫的時候 就很容易意識到 尤其是有很多問題 第一 我剛才跟你說 跟當地原住民做一個project 但是原住民這個名字 其實是漢人給他們 是 就是他們前提說 我們不是叫他們 原住民 就是漢人是主流 他們就是原住民 是 然後 首先他們不這樣認為 然後 其實你不是原住民 你是什麼 你是泰雅族 原來泰雅族 都是外面的人類學家 塞給他們的名字 就是他們不是說 我是泰雅族 所以 我不斷地用那些語言 其實全部都是外面的人 塞給他們 最後我發現 其實他們根本上 沒有書者文字 是 所以 所以 除非他真的 你走過去跟他 聽他口述的說話 如果不是 如果有人記錄了 他說的話 然後你看那個文章 其實已經 那個已經是隔了一重 是 所以 所以 那個語言的 框架 所以 在原住民那個case 就會令到我想 我們不斷地說 去理解原住民 或者透過這些藝術 去理解他們的世界生活是怎樣 其實那個理解是怎樣 那 放到現在這個問題 都好像是 中文好像是一個限制 就是 但是 就算我說 我用 就算我寫《巴克星少年記》 但是因為我用中文寫 那 你說 你自動的寫 你說 是 那變成了 很有趣 當你現在開始評論 你自己 就是曾經留下過的東西 最開始 你最關心的一個領域 都是一個思維邏輯 那個選取裡面的文化 那些符號 背後的那種合理性 那都是一個很 好學者 或者學術上 去 從語文上面 語法上面 語意上面 去分析一些東西 是不是 所以變成很少回到 你書寫的那種精神狀態 以及在擁抱的那種 或者文化價值 其實現在你的狀態挺有趣的 一個香港人在日本 你每天 對著的 有日語 有英語 有廣東話 又再加上 語體文 的合成體 那你覺得這個合成 在你現在那個 automatic writing 那個經驗背後 其實默默之中 有沒有滲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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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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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 在這個 automatic writing 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 bumpy 的位置 是會斷的 那些斷呢 其中一個經常會斷的地方 就是出現在人名上面 OK 因為我發覺 我對當地人名的理解 真的太少了 比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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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想法 就塞進我腦裡 對 原來那個地方 很多人叫Ali 可能很多人姓陳 類似香港 是 但是呢 你寫到內容記憶的時候 你不可以全部都叫Ali 但是 我有個腦子 又沒有其他名字 那我跟Mathamating 又不可以停 你又不可以找資料 那就變了很多Ali Ali一世 Ali二世 是啊 或者出現一些名字 根本上就不是 根本上就 我明知道當地其實不會有這種名字 亂作的名字 是 是 那 那那個可能是 也都是我現在 處身的那個語言 框架上面 給了我的一些 就是做這個時候的碰撞 我好奇的問 當你去寫 譬如一篇日記 你覺得你自己有多順暢 在哪些時候你會停在那裡 或者是忽然間已經是跌入一個C潮 而手是停在那裡 還是說是手在幫你去引動這個C潮呢 我覺得是手引導C潮的 OK 會停的位置 就 有時候會停的 我記得曾經以前寫過 但是我又不知道之前寫過什麼的時候 我會再談一談 我給自己的做法就是 就是 就算你有Factual Error 都不 再生在前問後你的矛盾 你都不可以 就是 你都不可以 看回之前 然後去 做一下research 這樣 看回之前寫什麼 然後去發展 但是你落筆 到你落筆的時候 的確是會堅持住 比如說 他喜歡一個女孩子 這樣 糟了 可能一個月前 他講過喜歡那個女孩子 是哪裏認識的 那一個月後 你忘記了 但是你又想提回這個人 那些位置會 你明知道 其實你不需要去關心 那一件事的 因為不是處理你的Factual問題 但是仍然會堅持住 但是有沒有想過 有一件很有趣的 是 我們說常常 speech act 裡面 我們是透過語話 去整理自己的思緒 和精神狀態 就是等於說 我現在跟你聊天 其實我們都沒有 preplan應該怎樣去說 一些東西 是吧 我的前一句 跟你跟著說那句 他可能甚至那些句子 都不成句的 有時候 他只是fragments 但是我們又假設自己 說了出來 或者對方明白的 但是在你平常的書寫上面 有幾大容量去可以接受 現在這種daily conversation 裡面中間那個fragmentized 那個狀態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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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於現在你啊啊啊啊啊 你明白嗎? 這個狀態很有趣 它其實不是m字的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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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的時候呢 是 應該是這樣說的 我寫 如果寫的時候 我寫初稿的時候 很接受的 是 嗯 嗯 其實都有一個過程 我寫 應該是 如果我現在這樣算 我寫初稿的時候很接受的 但是呢 他會經歷過 不斷的收割的過程 是 我可能出一個稿之前 特別是小說 我要改 可能要改八九次才出門 是 在這個八九次的過程 會將那些位置 會打磨 是 這個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 一個回應 另外一個回應就是 我對中文那個 語言結構 以前我是很著緊的 是 就是那個邏輯性呢 就是 比如主語 主語一定會錯 是 就是 我 我打你 很痛的 那 我以前就不會被這個出現的 是 因為呢 不知道誰痛 就是我打你 我怎麼會痛呢 是 我打你 你很痛的嘛 所以一定要加上你 是 但是呢 現在呢 近這一兩年左右 可能近這一兩年 我就開始會 在中文的語言結構上 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是 是 是 其實 我為什麼提到這件事情呢 因為譬如說 在小說 或者在文學的領域上面 有很多人就說 我們聆聽回在平常生活上面 我們的語話方式背後 可能 是 embedded了很多 cultural value social value 甚至是我們怎麼長大 是不是 我們未必一定很articulate 的 在不同的文化構成 不同的背景的人 去其實溝通的方法 去用著的語話方式 就是當我們進入一個 所謂automatic writing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面對 那一個自己呢 這個圖案會不會 正如你說 embedded了這麼久的時候 somehow 為什麼會 上了路呢 那我就會好奇 當 在報道文學上面 我們聽完一個訪問 跟某些人聊完 那我的聆聽上面 會受不受制於我自己 的某一種價值觀 影響了我的observation 是 是 是 但是我想 我想 在 無論是報道 報道文學 是的 如果是文學創造 就更加了 是 我有 我 有一個 有一個轉 近來有一個轉化的 都是近這一兩年的轉化 就是我可以 而更加接受 如果說極端一點 就是我可以更加接受 自己寫 自己落筆的時候 有偏見 就是 我的意思是 比如說 那個原理 和我可以接受 蔡庸的書裡面 有他很多自己 個人的情感 即使那些情感 在邏輯上面 是完全不合理的 也好 你都會願意接受 我差不多用同樣的方法去接受 因為我自己都可以有這些 是 的 的 的偏見 是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去到這個時候 你才開始 就是 接受到這件事情 而之前那個 不接受 在你的 整個 描述的經驗裡面 已經 dominated了很久 的時候 他會變成 他未必會很久 但我覺得很有趣 在一個這樣的行動 聽不到 聽不到 這個過程 他為什麼會忽然之間 打開了一個局面 是我平時是沒有想過 自己是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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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主持人 那個 方法上面 是 主持人 有一種 法則 法理 我不是說那些是不好的事情 我只是說 當我 在報道 我聆聽 不同地緣的人 去講話 剛才你提到 巴勒斯坦人 是吧 你講到名字 講到語言方式 去表述的方法 甚至 語話的脈搏 但是其實 在任何的人 這些事情都存在的 嗯 我覺得這些 挺有趣的 是 就是我們 究竟 怎樣去 看回 這個行進中的自己 除了思維以外 嗯 可能譬如我現在跟你聊天 我跟A 聊天 或者面對B C 我整個語法都改了 嗯 是不是 嗯 是 我覺得一件事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件 是 是 是 我覺得是 有趣的 有趣的 所以我還說 當你重訪自己寫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 都覺得是另一個領域 就是說 你會在什麼上面去看它,去改它 那個perimeter又怎麼設定呢? 嗯,嗯,我現在的取態是很學者 我當作是一個文本 然後好像不是我寫的文本分析那樣 好像我看完一套電影,然後我criticize 它那樣 有些是這樣的取態 哦,原來人家是這樣的人 哦,原來他現在,原來他死的東西 是不是人對細機的一個原因的 是,有些是這樣的 但是不是,也可能你這個假設性的人物 他都在某些情況上解放了你某些思維的方式 或者是尋常的雜性,有沒有呢? 是 解放的雜性 不知道的,這個就是 是嗎? 嗯,有沒有呢? 如果解約你看,Samuel Beckett OK 他其中一個 novel裡面,曾經嘗試寫 我是不是叫他一句說話,我不知道啊 他百多頁,沒有任何標點符號 一直直接書寫下去 嗯,那一刻那個狀態的他 他憑著什麼去書寫這一口氣 嗯,嗯,嗯,其實是很大的測試 嗯,嗯,嗯,是嗎? 就是language 本身其實是我們尋常的人 他其實 在玩一個什麼的角色 嗯,譬如說你 take up了這個學者的時候呢 你就開始有一個雜性了 就是對語言的結構啊 對,啊 就是你問我,我這方面完全不合格的 我只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的了 就是,就是廣東話和普通話和英文裡面 中間夾雜到呢 那個語法 但是我又覺得這個狀態是不是就是 我認識一個cultural person 的必然存在的雜質來的呢 嗯 我,我覺得有,嗯,剛剛你問我 就是,嗯,他那個解放啊 又或者,嗯,比如說一種 意識流的寫法啊,那些呢 嗯,我有幾個想法啊 嗯,我不知道怎麼整理啊 第一個呢,就是,嗯,我以前呢 會,嗯,覺得那個解放呢 是,嗯,一件好事來的 嗯,嗯,我不想是,我想是,我覺得是,也有,我想是,可能是在那個,我們的使用那個,嗯,在講這些 Sí,到他說這些理論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些,其實是會有一些,會隱憾一些的,有一些 嗯, Cover Mom Joolas 我觉得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就会embedge进去 就令我觉得一种追求尽量的解放是by default是good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在早期的书写的时候 我就很反对自己作为一个主体有一个强烈的价值取态 甚至是一个偏见,因为我的悲似能速迫着,所以我才敢写 但是后来回答刚才你问我的问题,究竟那个转化是怎样来的呢? 我觉得是后来我就发觉当我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下不了笔 因为其实如果你把自己的identity放下了,你就会发觉 其实你就会所有的想象都会瓦解 因为这样,所以有很大段时间我就下不了笔写东西,特别是小说 然后最后我就用一个,就是一种方法,我就放下,我就拿回我的identity 我就说,我不如承认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样的时候才会好些 所以刚才,所以兜了这么大一圈,回答你刚才问我 究竟这个process有没有解放的过程呢?我不知道 那个解放是跳出了一些固有的identity,然后是否 acquire了一些新的identity呢? 那些人对我来说是有好处呢?还是在一个怎么样的解放呢? 是,当然这个,好像有一个subtext,假设解放就是好的,不解放就不好 是吧?我们会很容易进入一个paradox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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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是的,我好久了 我想我有很多年,我想我有了四,五年,五、六年 都是在这个paradox 里面 是,是的,OK 但是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值得去触碰就是说 你覺得當你說自動寫書的時候 它不一定是代表是用意識流去書寫 是嗎? 是啊 我沒有用意識流的方法去 嗯? 意識流的方法是怎樣呢? 你有沒有譬如說 一路讓你的意識浮現出來 你追蹤著這個意識 讓它 being actualized through words 哦 沒有 如果是說 比如說Ulysses那種意識流的方法 我沒有採用這樣的方法 OK 就是換句說話在書寫的過程 你有刻意把這東西 suppress了嗎? 既可以說我把這東西 suppress了 亦都可以說 我沒有把意識流這個form take up OK OK 是一個潛意識的排斥 你可以說是有你的原因嗎? 可不可以說 我完全沒有想過 因為我覺得潛意識流是一種獨特的form 就是逛街我見到什麼 然後婆婆到我講了什麼 全部寫出來 這是一種人盡量去模擬潛意識的寫法 但是潛意識本身 是不是本身就是一個 就是如果任由潛意識書寫 本身是不是就會出現 就會出現 以色列的這個結果呢? 我又覺得可能未必 嗯 但是那個聆聽其實是挺重要的嘛 就是不代表說 啊你 碰到什麼你就寫了它出來 這樣 但是裡面背後會不會都是有一個call呢? 又或者有一種calling呢? 它影響了你 就是 行文的過程底下 開始你看到那些水流 因為那個地域地緣的方向 啊 忽然之間有顆石滾了下來 然後你立刻要調節那個水 跟它接觸的一種狀態 是 它不代表是沒有邏輯的哦 是 是 這個我任由它 的確是任由它去的 是 是 是 所以才會出現這麼多 嗯 它想做那件事 但是它沒有做到 哈哈 哈哈 我想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就是 或者我很多時候是這樣 是 哎 今天很肚餓 先去吃麵 然後一邊想一邊想一邊想 一邊想一邊想 下午晚上就沒有吃了 是 是 那 它經常會出現這些情況 那這個情況 對於我 我的 我以前的書籍是從來都不會有的 OK 它想吃麵 它就去吃麵 如果它不吃麵 它一定會有個理由 就是 阿媽叫它 或者它今天很忙 所以吃不到了 一定是 一定是有一個 荷里活式的感情 哈哈 就是很大小的 想吃麵 有東西阻止了它 最後它成功或者失敗 這樣 是的 我想我是會有 我想我的小說是會有這種訓練 放進去 但是 在 自動書寫那些日記的過程裡面 就完全沒有了 是 它純粹就是不吃了 這樣 不知為什麼今天想吃又沒有吃 不知為什麼它想寄信給那個女生 但是又沒有寄 是 但是你享不享受這種狀態的你呢 又或者是你 你平時很少 就是 這樣的狀態書寫的 你說 是嗎 是 沒有的其實 我覺得挺好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說是挺有趣 有時候其實我在 有時候甚至我在小說裡面 會模擬回這一種的 會模擬回這一種 沒有 我都沒有定香 沒有意義的內容 就是在這個 在自動書寫的過程裡面 它會自動的出來 我不需要去模擬它 但是 在小說的過程裡面 可能 我會 我有寫過一些故事 是 有個女兒 她走出來 她跟我說 她今天看到那些羊 那隻羊吃了蘿蔔 然後 有一隻狗 走過去 然後 那隻羊 看到那隻狗就走了 蘿蔔就在地上 那裡 然後就完了 那故事 但是其實那故事是做什麼呢 其實我回答不了 因為我都不 是的 我會寫這一種 但是這一種是 是stage了的 stage了的 無意識 是 而 而自動書寫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一個無意識的狀態 但是那種無意識 會不會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 state of being 是的 就是 是一個 選取了的某一種 在場性 這個狀態 但是這個狀態的在場背後 都有一個特殊的質地在 是的 嗯 就是等於 Georgina 她這次 在一個 就是 就是 open的作坊裡面 說 當我們拿走這些語言 剩下那兩個%來 嘗試去溝通的時候 我就忽然發現 可能我們平時 大部分人都不認識的 但是我們記得 每一個人心裡 不知道為什麼 默默中間 很容易又會浮了一些價值取態出來 嗯 以為自己認識那個人 他一定是這樣的 嗯 那那個2% 會不會在我們 潛行之下 都 可能某些情況 dominate 了我們 然後為什麼 會關懷某些A 而不關懷B 而選擇 和C 又保持這個距離 嗯 會啊 是不是 我覺得會啊 書寫的過程 這個2% 會不會其實都有支配到你呢 我覺得會啊 嗯 是 特別是 特別是 記者的訓練呢 其實是會 嗯 嚴重 而 刻意地支配 因為呢 因為 還要是 還要我不會講文 就是我寫人物訪問 是 寫人物訪問呢 其實很講求 嗯 其實很講求 怎麼講呢 應該你的講求呢 是一個小層次 那個講求呢 是建基於 你怎麼把這個故事的好看 但是呢 是很講求 對於受訪者 短時間之外 有個洞察力的 而這個洞察力呢 不可能是 不建基於 你對他那2%的理解 是 就是你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 不可以 就是你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用 你自己的洞察力 去看 那個受訪者是什麼 那所以 其實 所以 在寫人物訪問的過程 主體性是很出的 那 一定 所以一定 所以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於我來講 OK 我回到這次研究的起點 就是翠蓉那本書 就是經歷了這個回合 我們這樣繞繞繞 或者現在這樣 去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你有沒有 除了剛才說的 一個新的見解 對翠蓉 他的那種情緒 他的那種感情 在行為之間 是到處都會滲出來 除此之外 你怎麼去理解他 作為一個報道文學的人 他的書寫 還有我看回 這個中東現場的時候 作為一個讀者 其實是怎麼完成 你以為你知道的東西 嗯 嗯 嗯 我還沒回答你 我要重新再看一次才知道 哈哈哈哈 我已經很久沒看過他那本書 是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 可能未必只是翠蓉華那本書 而我慢慢越來越覺得 會不會是每一本書的作者 他的state of mind 他怎麼書寫那件事 他嘗試他怎麼釋放著 某一種維度 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影響其他 還是在溝通著 還是他自己 其實是在疏理著自己的思緒 的必需過程 這個不同的切入點 可能會改寫了整個書寫的方式 是的 是的 即是無論你是一個 搞學術的人 就會說 哎 我一定很需要 academically 需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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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又有很多 討論在那裏 什麼叫做academically 一定是需要這樣 即是你現在都在 遇到這件事 是不是 在你做研究的 哈哈 嗯 嗯 其實我現在的論文 和 和 我有時覺得 寫到和計數 和計數沒有一個分別 就是以前讀數學 是 是 其實現在和計數沒有一個分別 都不像一篇文章 只不過是把這些 數學的步驟 全部都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你不覺得裡面充滿了 就是很 很吊詭 為什麼會 去到一個研究 人家說 必然一定要這樣思考的過程 才可以 沒有選擇嗎 哦 哦 就是裡面中間提到說 paradigm shift 是不是 就是 你怎麼去移動 你那個方法背後 是說你關懷那個事件 那個切入點來的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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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呢 這個可能 又扯了去別處 就是呢 我想過研究方法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得選擇做 嗯 特別是呢 阿翠龍講的那個 講的那種 Polyphonic Ethnography 是 其實他不是在那個 講座的時候 有分享過 是 Polyphonic Ethnography 嗯 其實我是可以選擇這樣做 是 但是 嗯 我最後選擇了 嗯 其實這個 我現在這個做法 是我現在選擇 是我自己的選擇 嗯 嗯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選擇呢 嗯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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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的原因 還有 有 理性的原因 理性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嗯 我覺得 有時候 太多 太多 可能對於我來講 嗯 其實 做 可能做網媒這樣 在網上 其實是 黎曼著各種的 任由情緒 flow的文章 嗯 就是 憤怒的文章 例如發洩啊 或者 各種一方的意見 不講道理 就亂說一下 其實很多 嗯 就是 我覺得 現在的 現在的 世代 去 challenge 一個 去challenge 一個 去challenge 去challenge 一個 去challenge 一個 一個 去challenge facts呢 反而想他們 沒有 那麼重要 因為 post-truth 時代 通街都是 facts 所以 在這樣的時代 反而我會很想 拿回一些很實在的東西 我做的是藝術和社會 我現在很想做的東西就是 藝術對一個主體的作用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我已經在討論的領域裡爭吵了泛藍 但是泛藍得來 其實你發覺 所有的logic 講到尾都是好像有些像宗教信仰 你相信他 你相信他藝術對主體的關係有作用 你就說他有作用 然後你上面就用一堆的理由去襯托他 如果你說到他沒有作用 你就用一堆的理由去襯托他 但其實他有作用還是沒有作用 其實那件事情 是不會有人想去討論的 所以我選了這個方法 這個是此其一 此其感性的原因 純粹因為 我想我是有一些 我以前小時候是有過度的弱症 我真的很喜歡火車 很喜歡無名火車走的那些 所以我想我是很embed了那種 有些結構一定要這樣走的那種人 是 ok 是 ok 但是其實這種 那種關照 和閱讀自己整個行動的過程 發生著什麼事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所以這次我們就說回到這次行動研究本身 就是 當然我們都可以架設一個問題 所以回歸到你選擇了automatic writing之後 去做這件事和你現在在日本做的 所謂的學術研究 可能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默默之中也提供了一些問題出來 就是你怎麼去建築你的問題的方式 是 就是如果我回到這次的project 你會怎樣去架設你這個問題上 就是如果當然你經過了三個月了 我 解釋我要去問一個 definite的問題 基於翠蓉的這本書的經驗上面 嗯 你會 覺得這個問題現在是去到哪裡 嗯 嗯 嗯 或者之前這個問題有沒有出現過 有 其實我選擇自動書寫之前 我是很distinctively問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是 蕭生桑提的問題 就是我可不可以了解 在戰場裡面的生活 是 OK 嗯 嗯 嗯 但是 過了這個 過了這個過程之後呢 我不知道 我還沒想到 或者再re-define這個問題 有沒有什麼 我想我可能還是在問這個問題 是嗎 你都沒有答案 是 又或者會不會那個問題本身需要 更加precise 和details 令到 那件事的追蹤那個軌跡 是更加可以具體的 有沒有看到 嗯 都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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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回到這個 你創造的這個假想的人 你覺得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活了一個什麼的旅程 這個巴勒斯坦人 嗯 他活了一個 我會覺得是 一個比我想像中要 要正常很多的個人生活的過程 我刻意這樣 是不是刻意呢 我不可以說刻意的 還是 我一開始已經是 有這樣的意識形態 所以才會令到我 這樣寫呢 但是 這個巴勒斯坦人呢 其實他是有很多 其實他有很多偏見的 就是他 他有很多東西是 就是我 我作為楊天帥 當然我有很多東西去拆啊 等等那些 但是 這個巴勒斯坦人 他沒有這些 所以他其實很多東西不拆的 就是他 我記得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會 他就會對 很清晰 很清晰 對於士兵有一種很固定的想像 對於以色列有一種很固定的想像 對於基督教教士 太教教士 也有一些很固定的想像 而這些想像呢 在這兩個過程裡面 雖然他有懷疑過 但是那些懷疑很快就會被撲滅 其實他不會 他不會 他不會 他在這兩個事的時間裡面 他不會離開到這些概念 而事實上 我也覺得正常 人是不會那麼容易 就是人是不會那麼容易離開 跳出自己的意識形態 即是說什麼 就是三年四年十年 都未必只有兩個月 如果他真的做到的話 如果這兩個月真的反映 他的真神概念 其實是不會跳出 所以他是過了一個 很有偏見 很有主觀的愛恨情愁 的一個 但是相對來說 挺平淡的生活 但是也有趣的嘛 你也在強調跳不出 我們有時候 解放魚跳不跳出 假設這件事就是一個跨越 是不是 但是當我們意識到那個 State of Being 其實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是 因為昨天和本浩討論 我覺得挺難得 一直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終於透過語話 或者對話的過程 他慢慢發現到自己拿著這部機 為什麼選擇那些場景 為什麼會進入那個 圈 關懷的人 其實背後跟他 很多東西默默連繫了 但是平時沒有意識到 這件事為什麼會出現的 但是當你不斷重複地 拿著這部機 去進入這些狀態底下 忽然他看到一些東西了 我覺得 最後這個月 其實都是大家 我們一起說 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我們借每一個人 這個行動背後 會不會大家都勾出了一些 可能 都值得困 大家 可以分享多一點點的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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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給你選擇的話 在這個團隊裡面中間 你最想困的是誰 你最想困的是誰 你最想困的是這個人嗎 你幾次是 譬如說 八個七八個裡面中間的行動研究員 嗯 你覺得他 哪一個正在給你一些東西 你覺得 你很想 借在這個對話上面 去可能打開另一個面 去看一些東西 就是除了你自身已經習慣了 在這個自動寫書裡面 書寫 已經經歷了一些東西了 但是同時間 譬如Gigi 本浩 嗯 阿Donald 其實每個人都在做一些 某一個範疇上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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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 有些 可惜的是 實際上 我 並沒有很全面的知道其他人做了些什麼 其實你各個都是 Jorginna和Gigi 我會比較清晰 因為open workshop的時候 我比較看到他們做些什麼 但是有些人 比如 有些人見不到 他又不在群組裡面那麼活躍 其實我不會知道他做什麼 是 是 所以說不完 確實說不完 是 我最初的時候 和 本浩 他就有多些interaction 因為他不斷放一些片出來 我可以看 是 但是 令到我有比較深印象的 是 阿Donald 就在 就是 無論是在workshop 無論是在講座的時候 就和他有一個 很簡短的 有一個回應 可能對話也說不上 一個相互回應 一個相互回應 他對 我那個 那個 日記的介入 會是 令到我覺得 有趣的 因為他那個想法的方式 或是他做的方式 和我真的很不同 他做的事是我不會想到的事 對 不如他把所有的地方 都不能夠大報 對我來說 因為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是不會 所以我不是說 一開始我以為他打錯字 是 一開始我不是 reject了他的修正 因為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我要override他 用我的作者意識 而是我真的以為他打錯字 我幫他改錯字 是 那 和他在override的時候 不是有 大聲地讀我的一些 我的一段日記 那些都是我不會想到的 是 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那一件事情 對我的confrontation 是比較大一些 是 大過我看本豪的片 是吧 所以 如果問的話 可能是Donald 如果在這個 context 下 你嘗試 就邀請Donald 大家 pick up a challenge 是 看看 看看會是一個什麼經驗 就是 我覺得 好像一個duo 你明白嗎 就是 在今天這次 這個platform 因為大家都不是 全面一起行進一些事情 但是 默默之中 又有一些事情 大家互相是困著的 那我忽然就好奇 如果 Donald 給你一個這樣的 這個 究竟他是橫皮 吊詭 你可以說 他默默之中 在找他自己 另一種邏輯 和思考 那 我想可能也有趣的 我也覺得可能是有趣的 因為我完全理解不到他的邏輯 是嗎 你就攀一下這個戰書 哈哈哈 Messenger 嘗試看這個 這個 這個 剩餘的時間 裡面中間 我們可以 找不找到少許的意思 又或者背後 的事件裡面 可能 默默之中 打開另一個 去看 這個automatic writing 的經驗 的另一條 就是 另一個窗口 Maybe 好啊 好啊 我現在跟他說 哈哈 哈哈哈哈 喂 都聊了整個小時了 不過 都難得我覺得可以 就是這樣 聊一下 我經常覺得這樣 聊是一件事來的 就是 如果大家都可以多些這樣 聊就好了 是啊 很愉快 多謝你 不是不是 我覺得難得 我覺得甚至 你們可以直接 一個open invitation You know to每一個人 可以這樣去對話的時候 可能在一個dialogue中間 大家都可能 打開一些門 嗯 嗯 期待 好 好 謝謝你 我們再聊一下 OK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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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